热水平时生病还是喝热水 我那次眼睛头他还让我喝热水 我就不明白了 这热水是你加工的呀 生病了不都喝点热水 对身体好吗 我眼睛肿的那么高 你不带我去看医生也就算了 你让我多喝热水 我干啥不让我多喝热水 那我也不是医生啊 我也不懂那么说啊 那我怎么说 我说你看他气不气人 有时候和他聊天 我就聊不到十句话 还有一次是 我们不是下班了吗 我就特累 我就抱怨两句 也受委屈了 他倒好才给我来了一句 那你多休息我还忙 然后我就说不行 然后完了他倒好 我还聊天聊不下去了 我发一个白白这个表情 男的一般人都知道 发白白这个表情 就拿上他样的事了呀 他倒好他以为我要睡觉 那天爱的你睡吧晚 那你工作那你工作累了 你说那什么 我要你早点睡觉 怎么了 是啊你让你让我早点睡觉 没错你就是你说两句好话 安慰安慰我 那你发了表情 我以为你就不想说了呗 不想聊的话 那就睡觉呗 这么长这么晚的时间 你说 你说平时我俩出去的是吧 你说你说话醉一点 他完全就不管我的那些想法 有一次就是我俩约会嘛 听开始那件事啊 他倒好 他突然就指到一个女孩 就说特上我前人 我说 你们俩怎么分手的呀 你知道人家咋说的吗 人家就说 人家太漂亮太优秀 我配不上人家 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 你说川哥 你说 你说我 你说我和前女儿已经分手了 我背后说的坏话也不合适 对不对 前女儿也是长得挺漂亮的 我感觉我配不上他 后来就分手了 你就别再重复了 你就别再重复这点事 我 我问啊 以前女朋友漂亮 现在女朋友漂亮 各有各的美吗 你还在说你前女友漂亮 那你和她过去吧 那我背后说的 说的坏话也不合适 对不对 那我呢 意思是人家 人家太优秀 你配不上人家 意思就是我不优秀 我配得上你呗 我觉得咱俩挺般配的嘛 他这个性格应该得罪不少人啊 就是如果这么说话的话 他是得罪不少人 有一次顾客给他剪头饭 你让他给他烫头饭你知道吧 他就咬住死咬住人家 那个顾客说人家大脸盘子 烫出来绝对不好看 结果倒好 工作被辞了吧 毕竟来找我的吗 我就这么说了 我说这个发型 在你的大脸上 做的不好看 我给你重新设计一个 前脸小的发型 当时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被辞了呀 大哥 你说他花了冤枉钱 因为说不会说话 反正工作丢了是吧 生活当中总是出现一种男人 嘴巴特能说 好像看什么事都明白 活得特别的透 说啥啥都懂 特别会来事 人世间的道理他全都懂 但情感生活一塌糊涂 虽然我不是说 一心一意的男人就一定嘴特别笨 但是这是一定有相应的 心口合一的状况 心里简单的人说话就是简单 心里复杂的人 可能他懂你想听什么 但说出的未必是自己的真心话 所以凡事不能求全 我相信在你身边 那些会来事的男人挺多的 但他们的话你能信吗 不能 那不就是了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但只是要懂得方式方法和场合 如果实在分不清楚 就不说 回到家里跟他怎么说真话 都没关系 但是一旦出了门 怎么选择 紧开口 慎言行 我觉得保持本真和任性之间 是有差异的 你是本真还是任性 本真 也有任性 太任性不好 不要把事情推到极致 太极致也不好 去一去 回到生活里 平时一些会更好 学习吧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亲爱的 我虽然有点 有话不太会说话 但是我的心还是在你那儿 我一心一心对你好 今天你来这要跟我分手 我特别的伤心 你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看看吧 你以后改不改 我尽量我改 改还不行吗 我我我说我改了 你还要跟我分手吗 我再考虑考虑看看吧 你就别考虑了好不好 你再说我就是有话就直说嘛 我感觉 我特别着急 不要跟我分手好不好 我问你件事吧 我的心是在你那儿了 我一心一意对你好 我问你件事吧 那我现在生病了 你会怎么做 你多喝点开水了 多喝点开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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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